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同样饰演唐朝美人杨子与田希薇在一起对比差距真的超级明显。 近几年来,古装剧的势头正猛烈上升,在这股势头中,又以盛唐时期最为鼎盛, 尤其是《紫叶归》、《国色芳华》等等一系列的电视剧都是盛唐时期的大作, 其中田希薇和杨子作为其中的女主角,成为了全剧的焦点。 杨子,这个名字在影视圈中早已家喻户晓, 她是一位备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如今已经踏入了31岁的奔三行列。 最近,她在《国色芳华》中挑战了一个颇具复杂性的角色何维芳。 何维芳,作为一个出身伤股家庭的小女儿, 面对着婚姻和事业的双重挑战,但她展现出了清醒和坚强的一面。 在剧中,杨子将何维芳从少女时期的稚嫩逐渐塑造成一位坚毅的女性, 展现了她的成长与坚韧。 杨子的演技可谓是无懈可击, 她不仅在情感的把握上游刃有余, 而且在角色的诠释上也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力。 无论是何维芳内心的挣扎还是面对困境时的果断决策, 她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何维芳这个角色的复杂性使得杨子需要展现出更多层次的情感和思维, 而她的出色表现也让人看到了她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实力和潜力。 在《国色芳华》中,杨子扮演的何维芳可谓是一次演技的华丽展示。 她不仅将角色从少女时期的稚嫩逐渐塑造成一位传奇般的培育牡丹花的女强人, 更通过精心打造的服饰和妆容, 展现了唐朝女性的华丽与雍容。 杨子在演技方面可谓是无懈可击, 她对角色情绪的把握和角色的诠释都淋漓尽致, 毫不掩饰地展现了她的才华。 无论是表现角色内心的挣扎还是展现角色的坚强与决心, 她都做到了游刃有余,将何维芳这个角色演绎的深入人心。 可以用演技在线,华丽无敌来形容杨子在《国色芳华》中的表现, 实在是毫不夸张。 她的精湛演技不仅为角色赋予了更多的生命力, 也让观众对唐朝时期的女性形象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田希薇,在《紫叶龟》中饰演的角色舞珍, 可谓是一位年轻演员中的闪亮新星。 作为一个县主兼顽固贵女,她在剧中经历了一段成长之路, 展现了一个年轻女性在面对挑战和困境时的坚韧与勇敢。 尽管年纪较小,但田希薇的演技却是相当出色的。 她所诠释的舞珍,不仅兼具了纯真和勇敢的特质, 还展现出了温柔与坚定的性格。 在剧情中,观众不禁会为她的坚强和毅力所动容, 深深被她所展现出的真挚情感所打动。 田希薇在《紫叶龟》中的表现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她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名县主兼顽固贵女, 舞珍这个角色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 田希薇却将这一角色演绎得十分出色。 她不仅展现了舞珍作为一个年轻女性成长 为保护国家和百姓的角色转变过程中 所面临的挑战和心路历程, 还将角色的内心矛盾、情感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 田希薇所展现出的细腻和真诚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她不仅在情感的把握上十分到位, 而且在角色的细节处理上 也表现出了出色的功力。 无论是舞珍内心的挣扎 还是面对困境时的果断决策, 田希薇都演绎得十分自然, 真实而饱满,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 与角色共情共鸣。 同样演唐朝美人, 杨子和田希薇的差别真是太明显了。 无论是从角色塑造 还是演技表现上来看, 两位演员都有着各自的亮点和魅力。 我们能够看到不同年龄段演员 在同一题材下的不同表现, 实在是一种特别的享受和体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